民間鄉新街村張南路一處中的排水溝 因為經過多年的吸水沖刷 加上前陣子颱風帶來大量的雨水 導致排水溝被掏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因此縣議員張秀智和縣府公務處水利科一同前往會堪 並討論改善方法 這就是我們新街中修白水溝 因為這就是新街就是我們家庭比較低一點 水左右的爬更眩 沿上水如果浸來這麼大 結果這架道從早上都燙得不好 水一直能沖得倒爬 都會翻深溝 英雄就沖廳提防 所以我們還說很 ser 英雄只ál保管這麼多污 危險 非常危險 計程的風格時 這水框都是膠空 牽成水槍 牽成駟屋子的影響病 我們麻煩議員來把管夫陳情 麻煩說來給我們看一看 然後給我們做好 尤其是這個組合的安裝 吸水沖刷有四處出現掏空的狀況 附近居民擔心會進一步影響到提防的安全 因此向縣議員張秀之陳情 並希望縣府相關單位可以重視 有四處有四處有四處都是掏空 如果繼續掏空 這會影響兩岸的副安掏空會整個崩塌 所以今天建請政府相關單位來回規 希望政府同時人民變成安全 縣議員張秀之相當關心民眾的安全 因為排水溝臨近住宅 若掏空的情況沒有盡快改善 恐怕會影響到提防及民眾的安全 因此經過會看後 縣府將先以緊急修復方式 改善排水溝共四處掏空狀況 記者莊怡婷 民間鄉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